現任立法院長職位 三個月後游協坤以民主發展史為主軸 再出新書 他把台灣的民主教育 不只是在硬體上面 他把他做那個地方 重新的活化整修 更重要的是游演長成立了詩色 力推本土語言教育 游協坤新書收錄39位詩人的作品 一共有七首和詩 每一篇都有作者介紹 創作背景詩文解釋 還有游協坤和其他五位名家的 台語客語音唱 為音唱還好這裡有QR Call QR Call少了以後 可以聽到台語的音唱 也可以客語的音唱 還有女聲的音唱 我有徵求我們正常國家文化基金會的同意 先拋磚引玉 我們時間推銷200分 游院長都不斷的在宣揚宣導台語漢詩 來教育來宣揚宣導更多台灣的一個本土價值 藉這個機會我來強化一下台灣主權的論述 為紀念舊金箱合約70週年 游協坤特別寫了一首詩紀念 討論台灣主權領土問題 要喚起大眾的民主意識 每一集的全聯理東銘 太不懂 於是 感谢观看